我说你啊,怎么又把你妈接过来了 你说什么嘛,小脸生啊,等会我妈又走了 我还要大脸生呢,我就怕她听不到,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当初,什么都分给你弟 哎呀,你不要总是这样子说嘛 能干活的时候在你弟家 待晚也不给我们带一点好意思来住我们家,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没有嘛,现在我妈生病了,来我家住又能怎么样了嘛 在这里我才能照顾她呀 能干活的时候在你弟家,现在就生病了就来我们家 但怎么不让你弟照顾她呀 哎呀,你知道的呀,我弟年龄还小嘛 现在生病了,来我家,我才能照顾她呀 我弟那么小,还照顾不了啊 你好意思说你照顾,接下来还不是要我照顾 我不同意,把她送回去 你不同意,哎呦,你看嘛 你妈生病的时候也是送来我们家呀 我们也是照顾的呀 那我妈小时候照顾我呀,我照顾她也是应该的 那我妈小时候也是照顾我的呀 那我来了,她就没有帮过我们家,现在我不同意 必须送回去 你还要她怎么帮啊,她人都老了,她没什么可帮了,现在 那也不能在我们家 现在她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帮不了我们 来干什么啊,就是来拖累我们的 哎呀,我妈小时候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 现在我们长大了,就是该孝顺她老人家的时候 现在来到我们家,你却这样子说 她又没养我,不这样子说,我哪样说啊 我来就没帮过我们 可是她养我,辛辛苦苦了呀 现在我报答她,是很应该的呀 当初,她帮你弟家带孩子的时候,我就让她顺便帮我们带 她怎么说,她说带一个就可以了 哎呀,你不要怪她老人家 之前对我和我弟,区别怎么样 我们都要好好的报答她 不管她怎么对我们,怎么对我弟 你看她现在老了嘛 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 不管她怎么样,知道吧 我们刚开始几家的时候也困难了 我们也需要她呢,她怎么做的 我和我弟,手心手背都是肉 其实他不只疼我弟一个人,他也疼我们 而且呢,我弟去城里娶了个媳妇 他的媳妇什么都不会,所以多帮他一点 无所谓的嘛 说的好像我会似的 我还不是不会,在我家我还不是什么都不会 哎呀,我弟媳妇是城里的嘛 你是农村的,你又会得多一点嘛 所以呢,他就帮我弟那边多一点啦 他知道你会的嘛 好的时候怎么不来跟我们住 他为什么生病啊 就是在你弟家干了很多很多活 现在把他累倒了吧,累倒就送来我们家 哎呀,你怎么... 我要是他,我要是他,我都不好意思面对我们了 你怎么能这样子说我弟嘛,我弟怎么可能让他累倒嘛 我弟也是他的宝宝啊,也是他的小孩啊 所以他也很爱他妈的呀 他也不来我们家,他要是不想带,那就给我们带也可以 所以现在我妈留我这边,我也要孝顺他,就可以啦 什么好事都让他赞 好事都让他来的 好事都让他来的 好事都让他来的